以美军为首的北约的装甲大军,亦获得自由进入环绕俄罗斯的东欧国家的权利,甚至无需这些国家国会或政府的批准。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0月13日曝光了一段捷克和斯洛伐克网友拍摄的视频,显示大批美军最先进的步兵战车行驶在两国公路上,媒体经过何时后发现,这只美军装甲部队并不是北约司令部通报过的任何一支,而是完全没有任何公开报道或记录的神秘部队。 专家指出,这表明美国驻欧洲陆军,曾提出的自由而快速的穿越东欧,直逼俄罗斯边境的计划已成为现实。 网友在车内拍到美军装甲车队通过的画面,从网友拍摄的画面来看,有警车开到,一队邮轮士斯特瑞克步兵战车,哈马装甲热业车等组成的美军装甲车队,在捷克境内畅通无阻,甚至还造强了交通阻塞, 而捷克和斯洛伐克军警则全力维持秩序,并禁止平均驾车超车后拍掌。 不过,显然军警主要经历在维持交通秩序上,所以才有了这段网友拍摄的现场视频。 俄媒体查阅捷克和斯洛伐克官方和媒体信息时,这完全找不到这支美军装甲部队的任何痕迹。 俄军事专家伊万克拉托赫维尔对此表示,显然,北约在东欧已经建立了一个军事上的深根区。 这个构想是美国陆军前欧洲最高指挥官网霍奇斯提出的。 霍奇斯说,北约军队应该可以在不经欧盟各国允许的情况,想快速穿越欧洲大陆。 外国军队美军的行动已经不需要包括东欧在内,欧洲各国国会的批准,美军斯特瑞克战车车队驶入捷克首都布拉格。 此前,美军重型装甲部队,要么因为与东欧国家举行联合演习而进入这些国家,要么途径东欧进入德国等传统盟国,无论采用哪种方式,都需要得到对方国家政府或议会的批准。 但从美国防务新闻,此前的报道来看,美国陆军显然正在为应对于俄罗斯的大规模地面战争做准备。 这一准备大致分两个阶段,一是美军将大批坦克、战车等重型装备从本土快速运地欧洲,二是美军重装师、吉普斯等地面主力部队从位于西欧、德国的军事基地出发,快速通过东欧地区。 毕竟俄罗斯边境、俄媒体称、杰克和斯洛伐克网友此次曝光的视频,表明美军已获得上述准备中第二阶段的授权,即可以在不经东欧国家批准的情况下,就能随时自由地进入这些国家。 此前,波兰已经提出了更激进的方案,即由该国自行出自约20亿美元,在境内建立美军永久基地。 美军M1A2爱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在波兰举行军演,美国正在对波兰的提议进行认真评说,如果得以实险,则美国陆军战斗力最强的重型装甲师将首次被固定部署的东欧地区。 资料显示,一个美军重装师装备了300多辆M1A2主战坦克,M2布雷德里步兵战车,还有上百架艾帕奇,重型武装直升机,这样的装载洪流,在美空军的配合下,足以消灭一个中小型国家的军队。 俄罗斯外交部队此已发出警告,趁美国在波兰设立军事基地将严重违反,俄罗斯联邦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相互关系,合作和安全基本文件。 然而,在这一严重,危及俄欧洲部分领土安全的事件还在推进时,美军和北约军队一翘然将地面军队,随时能冲到俄罗斯边境线的构像变成现实。 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举行西方减2001时期大型联合军演,如果说在波兰和俄罗斯之间,还有俄盟国把俄罗斯作为缓冲,那么在捷克和斯洛伐克与俄罗斯之间,就只剩下了乌克兰。 显然,美军选择在这一方向,率先实现装载大军自由出入,对俄罗斯的安全威胁最大。 因为美军主战坦克,步兵战车等陆战主力装备,在进入捷克和斯洛伐克后,穿过乌克兰直达俄罗斯家门不存在任何障碍。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,乌克兰内心恐怕与波兰一样,发布的美军能在该国境内也建立大型拥有军事基地,以保护自己免受强大的俄罗斯的安全威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